創作也是一個很抒發壓力的方法 例如我未必有太多的機會 可以跟大家口述說出我自己是怎樣 我平時做些什麼的 我想些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大家在聽我自己寫的作品 就可以大概感受到我是一個什麼人 我內心在想些什麼的 了解自己多了就是以往好像是很… 對著別人就要很開心 好像很正能量 很樂觀 但是其實有時候都可以做回自己 但是其實獨處的時候都會有… 都比較…陰沉一點 誘惑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方面都不妨給大家看到 例如我有一句歌詞 其實是那一句就已經包含了整個主題的含意 就是犧牲和成全 就是說水作觀念 發生甜點 我整件事好像寫得很樂觀正面 就說犧牲自己也不要緊 因為你有價值嘛 那就做好自己 但是其實我寫寫的時候有點矛盾 我就在想 其實人與生俱來 又或者我寫著那條鯨魚與生俱來 他可能未必想接受他現在的命運 例如鯨魚可能不想一出生就困在海裡 死完又要給魚仔吃 他可能想做天上的鳥仔 自由地飛 所以第二段我就寫了一段是海和天去對比 做的事情一樣 但是為什麼出來的結果好像不是自己想的 因為其實大家小不免會把自己和身邊的人比較 就是為什麼大家都說同人不同命 為什麼我不是他 因為從小到大做運動員那時候都受很多挫敗 例如那時候會選青年軍代表香港 就會落選 然後就想 為什麼我落選 為什麼不是我自己 但是我反而慶幸有這些挫敗 因為我本身也挺好勝的 反而如果我很順利的話 我可能未必會太珍惜這些東西 但是我經歷過這個挫敗 我試過落選 那我接著再勤力一點 接著我進回成年隊代表隊 那我就更加珍惜所有的東西 因為我知道得來不言 特地寫說 他最後都結束了他的夢想 最後他的魂魄都好像泡 然後變成精氣 升上天 雖然這個就是一個悲劇之中的一點甜 所以有時候其實你是可能要接受了一些 你自己以為是很不理想的事 例如你覺得自己要犧牲自己 又或者要做很多自己不想做的事 但其實去到最後 都可能達到你想做的目標 譬如那時候以前《全民造星》 我們會出去basking 那當日我就一直躲在後面 就做樂手 幫大家彈琴 不彈琴就彈結他 事後花姐就罵我 她就說你參加這個比賽都是想做藝人 做一個藝人最重要是要有光芒 要outstand自己 但你躲在後面做什麼 那一刻就覺得有點委屈 如果真的說犧牲和成全的話 當刻這件事 我就是犧牲了自己 站在別人面前 站在最前唱歌給大家聽的機會 但是我承傳了一件事就是 大家都可以表現到自己 還有觀眾都看到我們Buds劇案 就是在排球那裡學到團隊合作的重要 不可以靠自己 因為你靠一人之力 是不會有一個好成績出來的 因為現在身處在MIRROR 都是一個團隊 都可以應用這件事 大家如果要走得遠的話 就一定要互相互補不足 我自己的不足就是 我跳舞 我自己是會拖大家後腿的 但他們又很好 例如隊長Lokman 私底下經常問他 都會捉著我 繼續慢慢教 所以這件事真的大家幫到我 但反過來可能我比較擅長唱歌 有時其他隊友都會問 這句話可以幫我一起練習 所以我們的關係就是這樣 我覺得正正因為這樣 大家消磨一起有進步 而不是自己顧著自己